冨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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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我是古兵 大家好最喜歡的 《小鬼龙的RM記》 又來囉 等了那麼久 終於在這禮拜 放出來囉 那我們這一次要分享一下 第三季有一個變化喔 腳整了很多技能 吼大部分都是改強的啦 所以我們這一期的通關機率 應該是會 提高很多喔 應該啦 這邊會介紹幾個 我特别从岸板那边挖到的一个技能改动哦 让大家看一下这些技能改动之后的一个效果 好首先第一个是寒冰低类数MAX 他这一招基本上就是冷却缩短 另外还有群体的一个结冰效果 第三季一定要讲一下蓝色的四色马库尔 因为在这一季第三季的改动当中 那马库尔直接起飞哦 马库尔的技能寒冰低类数 调整为远距离的小范围攻击技能哦 变成小范围的哦 原本只能打一只 现在可以打几只哦 另外还附加了结冰的效果 可以直接把我们怪物冰冻起来 那马库尔的血量基本上也蛮多的哦 有400点 比这个巴蜀色还少100点而已啊 还是够用啊 还是有可以容错的空间哦 如果你不喜欢进场法师巴蜀色的话 你可以改用远程法师马库尔哦 前期比较不会有蠢血的压力哦 比较不会被摸到哦 好接下来第二个是地狱镰刀 地狱镰刀现在可以吸血了哦 变成吸血的技能 原本只有吸血鬼之文 有这个吸血能力而已 现在又多了一招能吸血的技能哦 真的是太赞了啦 不过我们要留意一下 这镰刀 一定要尾刀 尾刀怪物尾头 才又能发动这个吸血的能力哦 你没有尾头的话他是不会吸血的 所以使用这一招也是要靠近怪物啊 因为镰刀的距离 比较短 用镰刀把怪物打死 这样才能吸到血 所以镰刀的一个使用方式要留意一下哦 好接下来 第三个是我们的 冲刺技能 那这也是 改动改了这个 附加这个 跑速提升的能力哦 小小的一个改动啊 再往前冲刺结束之后啊 未有短暂的几秒钟的时间 有这个 跑速提升的效果 那这个跑速提升的效果 提升的量是蛮大的啊 真的有跑很快的感觉啊 不过能驾驭这一招的玩家不多哦 我们再来等高手来分享心得哦 好接下来第四个戏人是 炎香爆发 那这一招是改了 伤害哦 但是伤害变高了哦 感觉算是好一点点啊 玩了场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用 那如果你是拼困难关卡的话 就不太建议使用这一招哦 好接下来第五个戏人是 极光雷电 那这一招是追加了 冲暈的一个效果 这一招在放电的时候 有机会把目标暈住 算是一个小小的控场技能啊 那这一招也是近距离的一些技能哦 所以也是要靠近怪物的 好接下来第六个技能是 四重龙泉风 那这一招是追加了 缓速的一个控场效果哦 四重龙泉风这一招有这个 小小的缓速效果啦 被攻击到的怪物 有机会中这个 缓速的异常状态哦 怪物就会跑得比较慢啊 不过这一招对Boss来讲是没有用的啊 Boss不会跑得比较慢哦 好接下来第七个技能是火枪 这一招改了他的一个持续时间哦 持续时间增加咯 他现在得以撑很久啊 几乎得以撑到下一发火枪出来哦 不过MAX之后的一个技能特效啊 还是很挡画面哦 整团黑黑的那边哦 暗迷懵哦 会挡到我们的怪物哦 有时候怪物为散来的 还不知道哦 好接下来第八个技能是 四爆傀儡 那这一招的一个改动是 改了这个冷却时间加快 这版的四爆兵 重生速度非常快哦 这一季直接量场啊 只要爆完马上就会伸出新的四爆兵哦 第一波四爆兵出来之后啊 马上就会再伸出第二波四爆兵哦 所以我们场面上有可能就有很多四肢爆兵在那边跑来跑去啊 不过这一招也是很靠赛啊 引爆的一个时机点 要看人品啊 有时候他不会往怪物群那边跑哦 他会跟某一只怪物跑去约位哦 所以这一招的引爆点真的很看人品啊 有时候只是打一只有时候打很多只哦 复得控的因素比较多啦 所以我们给各位玩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哦 如果你想要通关困难死啊 建议一定要有吸血的技能哦 吸血鬼之纹或者是镰刀 有遇到就全起来用哦 因为这两个技能 算是非常有用的技能 可以让我们的血量一直维持住哦 那基本上这两招有一招就够了 接着我们再选三个范围障碍的技能哦 像是幻象啊 炎熬 独流星 冰雪豹 这些都很建议来选 再来就是打Boss的技能打王技能 你可以选关键或者是破灭之键来打王哦 因为这两招都会优先打离我们最近的怪物哦 利用这个特性我们可以直接把伤害打在Boss身上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介绍 介绍就到这边 我是古金 我们下期时间 大家要记得订阅哦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 歐林马斯特 大家拜拜 我是学生 Piréle 儿子 为我们下期时间